嗨,大家好,我是小爱 最开始接触AI工具的时候 我经常被复杂的界面和英文说明搞得一头雾水 后来我一步步摸索 总结出一些简单又好用的方法 现在我想把这些经验分享出来 帮助更多人轻松使用AI 释放创造力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课堂 这里是AI起飞站 今天给大家AI语音神器 不管你是做自媒体写小说 还是需要个扩键配音 它都能帮上大忙 它可不是普通的语音生成软件 而是能让文字开口说话 还说得特别自然的AI工具 好,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步步上手操作 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工具的话 它的名字叫做Eleven Labs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的视频下方描述栏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进去 直接操作 好,这个AI工具它的核心能力是 深层接近生人的AI语音 它里面支持几十种语言 还能自定义声音风格 比如说温柔的旁白 核波的博主 甚至带点口音的角色音 好,这一点的话 它比很多工具都强 咱们先从最基础的 怎么生成低段语音开始说 它的这个工具有文本到语音的功能 好,在这里我们只要输入一个文本 就能生成非常自然的人声 它支持多种语言 不仅支持中文、英文 还能自动识别多个语言 并保持自然的口音 好,这边我们输入一段文字 好,这边有一个点语音生成 好,这边有一个声音的设置 好,我们这边 小爱是一个女生 好,我们就选择这个女生来 生成我们的语音 好,爱丽丝 在我们的右侧这边 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速度 有时候你想让她这个速度 动画速度变快一点 或者变慢一些 还有一个风格的选择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夸张一点的声音 这边我们都能调整 这里直接点击生成 大家好,我是小爱 一个热爱分享AI工具和数字创作的人 平时我喜欢研究各种新鲜的应用 把复杂的功能讲解得更简单 让更多朋友能轻松上手 如果你也对AI感兴趣 欢迎和我一起探索 让科技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好帮手 这边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个英文 或者是生成一个 The thing always happens that you really believe in and the belief in a thing makes it happen 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男生的声音 来生成一个语音 我们语音生成好了之后 这边还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如果你想把这一段语音下载下来 直接点下载这个按钮 好,这里有一个变声器 变声器我们可以上传一张音频 或者是视频文件 也可以录制一个音频 我们上传文件最大 50MB 不要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它就上传不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录制一个语音 好,我们先自己录制一个 直接点这里有一个录制的按钮 好,点下去 好,这边我们直接点启用麦克风 好,我们就可以录制我们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小爱 我的频道主要分享AI软件的使用技巧和创作方法 比如文本转译音 图像生成 还有视频制作 我希望通过简单的示范 让大家快速理解并应用这些工具 未来我会持续带来更多实用教程 陪你一起高效成长 好,我们录制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先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爱 我的频道主要分享AI软件的使用技巧和创作方法 比如文本转译音 图像生成 还有视频制作 我希望通过简单的示范 让大家快速理解并应用这些工具 未来我会持续带来更多实用教程 陪你一起高效成长 好,我们也可以单击处理 好,我们这边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夸张一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小爱 我的频道主要分享AI软件的使用技巧和创作方法 好,在我们录制语音的时候 右下角这里有一个消除背景噪音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开 它的背景音都不会 大家好,我是小爱 我的频道主要分享AI软件的使用技巧和 好,它里面的背景噪音就会消除 好,朋友们 在我们登录进来之后 这个AI工具它默认进入的就是一个文字转语音的一个界面 也就是文本到语音 文本到语音的话 在下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你想写一个讲故事的一个 或者是讲个傻笑话 录制广告 用不同的语言说话 或者是导演一个戏剧性的电影场景 还有聆听视频游戏角色的声音 也可以介绍你的播客 指导冥想课程 好,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个广告的文案 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广告的文案 这边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广告文案 这里点深层语音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篮球的一个文案 我们写好直接放到这里 就可以生成一个语音 好,这边我们可以选择它一个收画的速度 它在下面有一个稳定性 稳定性的话 它的数字越高 声音越平稳 比较适合旁白新闻一类的 数字低一点会更有情绪波动 适合故事配音 好,比如说你想做一个故事的语音 这边就可以把稳定性调到70% 这里可以看 往这边调 这里就调到70% 我们的文案生成好了之后 这下面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文案下载下来 这里我们也可以拖动我们的一个音频上来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好,这边还有一个演播室 演播室我们可以在里面创建有声读物 还有创建话外音 视频转音乐 创建播客 我们这里先选一个创建有声读物 这是我们可以上传一个内容文件 好,我们上传一个文件之后 这里点这里创建 好,这里的话它还可以创建一个音乐 我们给它发送一段文字 点生成 好,这里它直接给我们创建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收听 好,在这里它的 我们在第一次创作的时候 它不会收费 如果你重新生成的话 可能它部分的会收取一个费用 好,这里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好,这里面我生成的一个内容是 从前有一只小猫 它每天在仓台上发呆 看着我天上飞来飞去的小鸟 它经常想 要是我也飞到 能飞就好了 它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长出了一个漂亮的翅膀 然后它就飞过屋顶 越个草地 还追上了鸟儿 到后来的话 醒来后 它悄悄对自己说 总有一天我真的会飞起来 好,这个工具的话 我们的免费用户 每天能生成 大概一万个字符的语音 足够做几条短视频配音了 好,免费版的话 它每个月 可以滚动两个月的积分 它在平台上的生成消耗积分 不同的工具模型 消耗不同的积分 积分技术会重置 每个季费周期 第一次使用这一个AI工具的话 它会送一万个积分 如果你生成的 视频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我们也可以 使用它的一个订阅 有五美元一个月的 还有11美元一个月的 比如说你做的内容比较多 也可以用它后面的一个 这里它还有一个转录语音到文本 好,我们可以上传一张 我们的一个录音文件 好,我们这一个文件上传上来之后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一个语音转成了文字 它这边上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语音它转成了一个文字 我们把我们这个是刚刚生成的一个音乐的一个版本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下载它需要升级 下载音乐 这个是需要付费订阅 好,我们只能在这里听一下 如果需要下载 直接付费订阅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不过它的深层的音乐还是听起来非常的不错 好,这里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内容翻译成29种语言 上传我们的一个内容的话 它可以创建具有真实可音和表情的视频和音频配音 可以帮助你与世界各地的观众建立关系 好,比如说我们这边我们上传我们的一个音频 当然我们也可以上传我们的youtube内容 里面可以选择一个语言 比如说你的目标语言是 我们生成一个日语的 让它帮我们配音 好,这边点创建 好,我们配音的话 我们免费用服它配音上面 它会应该攻击它的一个水印 如果你不想有水印的话 它就需要升级付费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免费版的里面的很多工具都可以使用的 我们还可以生成它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讲一个故事 我们想让它给我们把这个故事内容生成出来 我们可以在下面 从前有一只小猫 它每天都在窗台上 我们可以配音这里 可以选一个其他的一个配音 一般我们用英文它会说出来 它会更自然 我们可以把这段中文的 换成一个英文的来配音 选一个声音 这里直接我们点收听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一个家号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下面它有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对比 我们还可以在下面 在收听的时候看到它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对比 中英文的一天 它是没有任何其他人 但它 quietly说到它们 可能一天我可以真的舍得 一天我可以真的舍得 一天 一天有一个小猫 一天有一个小猫 每天都在一天 一天在一天 一天看着它们 它们常常觉得 如果我只能舍得舍得 一天一天 它有一个梦 在那里 它长得美丽的翅膀 然后飙升到楼上 楼上 山上 山上 甚至是 在那一刻 它感觉非常自由 在这一天 它的这个AI工具的话 应用的场景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做一个有声书制作小说故事 它可以快速生成多角色配音 还有一个语言学习 我们可以用AI读出单词和句子 发出非常准确的 它里面的发音非常的准确 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内容创作者的一个高效工具 它可以节约录制时间 提高产出效率 上传一张内容 让它用语音 把我们的语音配出来 我希望通过简单的示范 让大家快速理解并应用这些工具 未来我会持续带来更多实用的教程 感谢你看到最后 好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AI工具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赶紧去体验吧 好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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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